烏克蘭總統責倫斯基說 他希望能夠和普丁坐下來談 不過他也預言了說 一旦這個和談失敗 有可能會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話說得很重 所以在這個時候放出這樣的話 責倫斯基把話講到這樣的程度 是在恐嚇西方嗎 還是危言聳聽 那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會不會一語成誠 危害 好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立場不同 看法會不一樣 就像我們在我們這邊 中華民國跟大陸網友的時候 看法也會不太一樣 那當然是兩岸都是中華民族 都是中國人 只是我的中國是中華民國 大陸網友是中華人民共同國 所以立場不同 看法會有一點不一樣 責倫斯基身為烏克蘭的總統 烏克蘭現在什麼狀況 被俄羅斯入侵26天了 那他當然要替烏克蘭講話 可是並非全世界人都是烏克蘭人 雖然我們台灣有人這樣喊 今天我是烏克蘭人 26天了不知道還是不是 如果是的話這26天足夠時間 可以飛去那邊幫忙打仗 沒去 OK 那責倫斯基我必須點出 接下來我要講的東西會有爭議的 但是當評論人不怕爭議 我會把它講出來 責倫斯基總統他身為烏克蘭的總統 他跟全世界球員呼籲大家介入這種理解 可是有時候我覺得有一點點 一點點就這麼小而已 變成有一點點情緒勒索了 你華碩不可以賣給俄羅斯 那明明宏基也有賣你不點名 你這個瑞士銀行你催潮公司 你不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跟大家講 我先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因為剛剛卿會問我的就是 如果談判失敗 普丁跟責倫斯基談判失敗 會不會引起第三次的世界大戰 關鍵不在責倫斯基 關鍵在拜登 拜登只要死守不進去 不幫忙不打 美俄不打就不會有第三次大戰 北約不動手就不會有 那北約不動手跟美國不出兵這個事情 對烏克蘭人來講是非常殘忍 昨天有個烏克蘭人警察在瑪麗波 他自己拍了一個視頻 他就在那邊講說 你看看他是對馬克宏喊話 順便對拜登 救救我們吧 瑪麗波已經變成這樣了 斷元殘兵 你看我後面全部都是那個 影片大家可以上網自己去找 很多人都在看 站在烏克蘭的民眾 站在瑪麗波的警察的立場就是 你不要再給我什麼 大陸是給糧食棉被嘛 那其實都需要啦 那美國是給什麼 美國是給武器 給他刺身飛彈什麼 你不要給我這些了 不管是軟的硬的 你幫我處理掉這個事情就好了嘛 哲仑斯基從頭到尾就是要進航區 他已經無力 保護自己烏克蘭領空了 怎麼辦你幫我啊 我現在趕不出去了 俄羅斯軍隊進來這麼多的 烏北烏東烏南 現在已經從赫爾松 從克里米亞赫爾松打到這個 就是那個叫什麼名字 加里耶夫 然後呢再往奧德薩前進 我擋不住啊 那你一天到晚給我武器 你要不要乾脆直接進來幫我把他趕走 你直接把俄羅斯軍隊趕走 可不可以 烏克蘭的民眾是希望美國出動 直接介入 可是美國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美國美國自己的利益在啊 然後既然俄羅斯不是也知道就說馬力波趕快投降吧 繳械投降 對 因為 烏克蘭說沒得商量不投降 好 那現在站在俄羅斯跟烏克蘭 俄羅斯人 我們俄羅斯跟烏克蘭本來也就是蘇聯的一份子 對不對 我們都是一家人 所以我們不要打 他是沒有對的平民在打 可是也當然打傷了打死了很多平民 這是事實 因為戰爭就是齒蛋無眼嘛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俄羅斯當然趕快希望烏克蘭趕快妥協 比如說去軍事化 然後中立國 然後呢不要加入北約 然後呢很快的把這個克里米亞跟烏東兩個共和國都承認 那等於你領土也等於割了出來以後 然後彼此有一個緩衝 北約不要進到我的旁邊新南側的這個烏克蘭 我會如芒刺在背 這是俄羅斯想要的 可是烏克蘭想要的是你要離開 那現在就是這樣 我回到我剛剛講的那一點了 如果失敗 普丁跟哲倫斯基談判失敗 就會釀成第三次的世界大戰 他必須有兩種狀況 就是什麼叫世界大戰 就是俄羅斯會去打烏克蘭以外的國家 往華沙打 往整個北約打 北約一倍打 北約第五條 不好意思 北約的成員國一個被攻擊 就是通通被攻擊 全部要反擊 那美國人就必須要動 當然有時候 歷史上想當然的事情 也未必一定會發生 歷史上覺得一定發生的事情 也不一定就發生 就是這樣子 所以北約 基本上俄羅斯現在是沒有在攻擊他 他打到了烏西 最靠近只剩16公里的地方 那個基地維和部隊 可是他都不會打過那個邊界 因為目前北約看起來 俄羅斯是不想動的 但是摩爾多瓦在波蘭的東南邊 在烏克蘭的西南邊 那個摩爾多瓦他不是北約的成員國 那也有10萬的烏克蘭民眾跑到摩爾多瓦去 會不會繼續打摩爾多瓦我不知道 但北約俄羅斯不會輕易動的 那只要俄羅斯不輕易去打 北約也不支持美國出兵 那怎麼可能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免購網站訂購 他說 或是上快免購網站訂購網站和平衡 或是上快免購網站在內 媽媽 我們搶罄 我們搶罵 這陣子 我們在調查 我們到達